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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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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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二百七十七页 二百七十七页 请看第十三页 大者 泛语为摩赫 具有三亿 为大多圣 这是给我们解释大比丘这个大的意思 它的范语呢 称为摩赫 翻成中文有大多圣 三个意思 连池大师在弥陀经书超 也给我们解释 天网大人所共敬仰 非小得也 名大 这个大是大德的意思 经营老法师在《无量寿经》注解 也提到 旷备高德 过于静学 顾名为大 旷就是广 背就是具备 他的德行 高尚 超过了一般的静学 学习圣理教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做的人不多 真正明理的人不多 既能够明理又肯去做 而且把他做到了 这样的人呢 都是属于大德 听到这样的解释 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 可不要说都是讲别人 好像跟我没关系 有没有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 所以说旷备高德是哪些人呢 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 对于圣教真正做得了老实 听话 真干 它是大德 它是高德 这比一般的知识分子 比这些佛学家 那成就是殊胜的太多太多了 大学教授不一定坐着往生 站着往生 佛学家不一定坐着往生 站着往生 但是那些老实念佛的人呢 大家看一下净土圣贤路不就很清楚吗 念佛三年 欲知识知 自在快乐往生 这就是得 就是大 下面再解释这个多的意思 那点外极 无不博通 非寡解也 名多 换句话说这个人呢 他是博学多文的 佛法成为内典 那佛法之外的呢 就成为外极 像我们中国的儒家 道家学术 那么当然也包括啊 这个像春秋 战国时代的 这些珠子百家等等 他都能够呢 通达 而且还是精通 这是多 第三个 圣 圣过余学 超过九十六种外道之上 所谓的外道啊 佛门的解释是心外求法 所以我们对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一定要特别重视 要特别理尽 为什么呢 人家都是在用真心 不是用阿里耶 不是用第六识 不是用第七识 不是用第七识 这次讲到这个大 有三个意思 大 多 圣 另外在佛地论 也有这个解释 第一个 最极利根 波罗蜜多总性 这是他总性大 或者我们换个说法 人家智慧大 智慧高 波罗蜜多翻成中文 就是智慧 常言说得好 一文千误 一文策误 就世间法来说 我们能够做到一文实误 就不错了 那你考大学 那一定是明列前排 但是佛法要求的高啊 世间法通达 初世间法也要贯通 大的第二个意思是 德无学果位 这个德就是正德 他正德是无学果位 那就是正德阿鲁汉果 他的第三个意思 德小果以驱大菩提 小圣最高果位是阿鲁汉 他正德阿鲁汉 他还不满足 他要呢 回小向大 要向那些大菩萨学习 最后圆成佛果 你看这个大的意思 多么样的声光 唐朝时候 家强老法师 也有无量寿经义书的解释 隋朝时候呢 也有慧眼老法师 解释无量寿经 家强老法师解释这个大 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生大解 他对佛经呢 理解得很透彻 他讲得也很明白 当然这个也包括他写的文章 写的著作 第二个 破大恶 我们昨天不是跟大家报告吗 比丘有三个意思 其中一个就是破恶 那这里不光是破恶 他怎么样 破达恶 至少他超越什么呢 超越六道轮回 第三个 正大国 这个大国啊 是阿鲁汉 由上可见 大比丘者乃得高望重 回小向大之 比丘 乃比丘重中之 尊书 说句老实话 如果人出家了 讲比丘 讲比丘当然也包括比丘 你 这受到大戒了 他如果能够啊 把三台大戒 全都做到 这已经其实很了不起了 那再加个大字 就更加殊胜 所以说大比丘 是德高望重 回小向大的比丘 他是所有比丘里面的尊书 尊就是尊重 书是什么呢 书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老修啊 我们算不算老修啊 年龄可能已经超过六十 但是有没有修呢 修了之后有没有德呢 看了这个解释啊 我们应该要谦虚 要奴隶 下面再讲这个人数 万二千人巨 标比丘之人数 这个巨是共集的意思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啊 当时佛讲无上寿经 在齐都觉山 有多少这些大比丘 在现场 不是平常所说的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其实他的数字是一千两百五十五个 应该还有五个 应该还有五个 那这里呢 不止一千两百五十五个 是多少 翻了十倍 从这一个人数 可以看得出 这个法会啊 太庄严了 下面是日本 俊帝老法师 在无量寿经绘书 再做一个说明 租金多标千二百五十人 京京 与法华标万二千人 改是初世本怀 一代圣会 故十方大德皆云及乎 上说圣诗 会众之圣 正表世尊 说法之圣也 有句则 共己之一 从这个大比丘的人数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啊 无量寿经的地位 跟法华经是一样的 因为法华经也是标出了 当时这些大比丘 是一万二千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圣众 前来参与这个法会呢 因为一切诸佛最想讲的经典 就是无量寿经 而这些大比丘呢 在现场是做影响众的 你想一想啊 如果佛讲无量寿经 现场才像我们这样子 才五六个人 大家做何感想 如果写下来 传给后人 后人一看 什么 当时在歧独卷 才六个听众 大家就没有尊重心 一写呢 两万人在现场 两万人里面 居然有一万二千人是大比丘 这时候大家就肃然起敬了 所以这些人呢 是来帮助佛推广介绍这部大经的 上面绘书 《法华经》 还有《佛地论》 都讲得非常好 所以师尊当年讲这部经呢 是在王舍城外面的五座大山当中的最殊胜的一座山 临旧山 临旧山呢 可了不起的 不光是讲《无量手经》 还曾经讲过《法华经》 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 能够得到完整的《法华经》 您如果跟当地的居民很熟的话 您问他一下 有没有读过英文版的《法华经》呢 就算能够翻成英文版 您把它再跟中文版一对照 还是相差挺大的 所以我们劝这些当地人 最好能够学中文 学中文好啊 不用翻译啊 翻译那个味道就可以 原来的 那个意思就相差挺大的 经文到这里呢 给我们介绍六种成就 性成就 文成就 实成就 主成就 畜成就 以及重成就 再看底下两句 一切大圣神通已达 这是总战与会的菩萨 提子佛阿鲁汉这些圣人 阿鲁汉在小圣法里面称为大圣 因为他是四国最高的 而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是在菩萨当中 地位最崇高 所以称他为大圣 因为他们是等级菩萨 那这些大圣如何呢 神通一达 达就通达了 他的剧主 上二句赞诸大彼丘之德 所以这两句话是赞叹 其实不光是赞叹还是什么 是不是事实 也是事实 这个一切乃该罗事物之总称 有一切菩萨 这就指每一个大众都是这样子哦 那么一切大圣是赞叹之词 家乡书里面讲 游心空离 明显难测 故称圣人 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中文所讲的 明星见星 大彻大悟 他如果没有达到明星见星 他绝对做不到游心空离 空离啊 空离是什么 就是法性 空离也就是我们经中所讲的 长极光景图 为什么讲它空呢 因为它没有三种现象 所谓的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一法不利 不得以称它为空 但是这个空又不是说 又不能够说它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也起作用 遇到圆的时候 它能够现种种像 可以现像 可是它的本体呢 是空极的 你找不到 请问它为什么会现象 一般现象啊 是两个原因 就来我们来说好了 我们凡夫 你看 我们住在哪呢 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地球是不是我们现出来的 是的 心向生 所以 迷了自信 就有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呢 是虚幻不实的 另外一个现象呢 是圣人 他们与我们凡夫有感 马上呢 就有这个印 所以它可以先抱神 先印神 先化神 长短不定 因为这个缘分不同 绘书里面讲 出国以上 西名圣者 已究大阿罗汉 故名大圣 一可 一可 虽外现生闻 内密菩萨之行 故名大圣 难怪我们都被称为凡夫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呢 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德 小圣出国 这个小圣出国 虚的环虽然没有出六道 可是人家 确实可以做到 人间天上 七次往返之后 他就出六道 一出六道 他是正德阿罗汉 那么大阿罗汉 是指的大圣阿罗汉 这不是小圣的 阿罗汉翻成中文就是无学 大家看到这个意思多好 无学啊 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还要学 要不停地学 所以小圣法 要正德阿罗汉 才算是毕业的 那大圣法 至少也要达到什么地位呢 十地菩萨 法云地 法云地的菩萨就是十地 他们称为大阿罗汉 再上去就是等觉 最高就是妙觉 所以说 这个大圣在大圣法里面称为 十地菩萨 你看这个地位这么高 像这些大罗汉 这都是十地菩萨 人数非常多 出现这么多的圣充 也是印证了佛经里面的一句话 一佛出世 千佛永呼 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七十九年 他并不孤单 为什么 跑龙套的人一大堆 他爱多太多了 说不定当配角的人的资格 比他还要老 但是大家有没有争 你当 现在电影里面叫什么 南一号 南二号 是不是 讲这个 角色吗 大家不争 谁都可以 只要能够把众生度到 离苦得乐 转迷为物 转凡成圣 那就好 谁当主角都没有关系 这个佛菩萨之间密切的配合 真的叫天衣无缝 我们凡夫 根本就看不出破绽 像这里所讲的 他可能现的是一个声吻 或者现一个比丘相 而实际上人家是谁在来呢 等觉菩萨在来 实地菩萨在来 甚至还是古佛在来印画的 这些都是属于大圣 禁书说 这个大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地位很高 我们讲他在社会上 知名度很大 第二个 他的道德非常殊胜 有德心 一提到他 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 都钦佩他 念老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宗上可见 宗上可见 或从德而言 弃欲空力 会合正道 曰圣 这就称为圣 或从未而言出国以上称圣 为回小向大行菩萨道 直去佛国者 和乃名 九大阿罗汉 那这个是究竟的大阿罗汉 或者他是大权士仙 这些人 通通都称为大圣 有些听众 看起来不怎么样 实际上他内在的身份 高深莫测 所以诸位同修 当我们来到寺院的时候 真的要对每一个法师 每一个同修要恭敬 甚至于对那些小朋友 要不要恭敬 要恭敬 说不定那个小菩萨呢 是某某佛 菩萨阿罗汉 印花来度我们的 这种例子 古往进来都不少 禁书再讲 神通以达 叹其得胜 所谓神意 故名曰神 无庸曰通 所谓神通天眼天耳 他心宿命 给予漏镜 神通以达 神通以达是赞叹余惠的 这些比丘众 他们的德行 无比殊胜 他们的所作所为呢 超过一般凡复的常识 我们大家觉得 他这些做法 这些视线 太神奇了 这称为神 而这个无庸 庸的本意就是塞住 脏壁 无庸呢 就是通了 通达了 所以这些大德 他们来到世间呢 一点障碍都没有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就举了六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还有漏镜通 我们通不通啊 一通都不通 这个是很糟糕的 学佛学到现在 哎呀 看这个墙壁 还看不穿 哪一张纸都看不穿 还有什么好骄傲的 这个也不放在眼睛里面 那个也瞧不起 哎呀 这佛菩萨看我们了 真可怜 这烦恼吸气太重了 底下再说这个打 通达了打 家乡书里面讲 达者严正 正六通三明等 是也 达就是说 到达 具体来讲 六种神通全都正得了 这才称为达 三明 三明 是宿命明 天眼明 漏镜明 阿罗汉正得六通 法身菩萨呢 还正得了三明 可惜我们现在凡夫啊 因为有三大烦恼 所以这些本能呢 都被障碍住了 有这些宝贝啊 起不了作用 学佛道的学什么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原有 智慧德能向好神通等等 恢复过来 所以祝福如来 他们只是恢复自己本能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恢复 正在朝这个恢复的方向 在努力 当然我们究竟原版的恢复 是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可是我们要不要求 赶快在这一生恢复自己本能呢 不要求 一些学佛人走火入魔 什么原因呢 想太多了 求太多了 你看这个经体上教我们怎么修呢 清 敬 平 等 觉 下面有个特殊情况 阿南当时虽未得漏惊 但已当机应虚并列 说实在话啊 阿南尊者在当时来说呢 他是不够资格列在这个大阿罗汉里面的 因为他当时只正在出过虚头环 可是 为什么经上也把它列在其中呢 经理老法师就解释一下 阿南增上利根 虽居学地 这是指 为得无学果位 也就是阿罗汉 而成无上圣妙功德 故曰大圣 于神通中 结了必尽 亦明已达 是故阿南亦得名列 一切大圣 神通已达 阿南尊者 他这个 优点呢 别人没有 当然他有这个长处 也是得到佛力的加持 虽然他是小圣出国 但是以后呢 也能够成就无上圣妙功德 圣妙功德是什么 就是他有能力把佛所讲的经 全都完整的记下来 就像那个录音机一样 所以以后佛入班 大家发心要把经账 结记出来 大家第一个想到谁呢 就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对于神通 结了必尽 也就是彻底了解 这个就是以达的意思 因为这个缘故 阿南尊者就被公推为 副讲的首选 请他出来讲 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有这个资格 列在一切大圣当中 那这么多的大圣啊 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讲 那讲完那要很长很长时间 下面就举了几个代表人物 其名曰 尊者交成如 大家如果常常读经呢 你就发现到 这一位尊者 在佛经里面出现不多 可是只要他出现 肯定他是排名第一 首先解释什么叫尊者 泛于阿里耶 翻成中文就是 圣者 尊者为至德聚尊者 乃阿罗汉之尊称 要被人家称为尊者可不容易啊 他具备什么呢 智慧 德行 正德的果位 那 最低也是阿罗汉 那 最低也是阿罗汉 所以啊 尊者交成如 是正的阿罗汉果的人 禁书说 有德可尊 故约尊者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阿罗汉放下了五种见祸 五种私祸 身见边见见取见借取见邪见 放下了 谭成吃慢仪 这五种私祸呢 也放下了 他就正阿罗汉 朝一六道 如果说 已经正阿罗汉了 他想出去 没问题 他如果还继续留在这个世间呢 也没有问题 还留在这个世间 那叫做有余衣涅盘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间 我们是做什么 受业报啊 是不是 今天这么冷 两度 还不愿意好好念佛求生进土 这位同学 您觉得冷好还是热好啊 昨天听说 美国 美国德州达拉斯 休斯顿的温度 居然达到四十五度 四十七度 哎呀 我们在达拉斯住了一年嘛 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夏天挺热的 哎呦 跟武汉相比啊 不相上下 但是他那里是干热 干燥 很热 一出去真的热的受不了 应该那时候还没听到 超过四十 四十二度好像没听说过 现在达到四十七 谁敢出门呢 那肯定是晕倒了 所以现在众生了真可怜 会书呢 在讲 尊位尊贵 有德可贵 过曰尊者 你看 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把什么放在首位啊 德行 那德行 什么又放在第一位呢 不但中国人重视 连佛法也重视啊 就是孝敬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这是世出世间法 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行为 没有这个德 其他都是假的 因为它是 打个比方叫好像树的根 根之根 就是这个孝 根尽 尊者焦神儒呢 他是师尊当年呢 在鹿野院 第一次对大众 展开这个教学的工作 当时有五个 这三个亲戚啦 都是施加族了嘛 他们也后来出家了 那这五个比丘呢 听佛讲经 当时佛给他们讲 四地法 苦极灭道 居然就有人正果了 谁呢 焦神儒 所以他是第一个正果的弟子 那他出现在这儿 代表什么意思呢 净土法门 是第一法门 无量寿经呢 是第一经典 他是这个表法 底下再解释他的中文意思 焦神儒 他的梵文全名 称为阿若焦神儒 阿若是他的名 焦神儒是他的姓 翻成中文呢 翻成中文呢 叫做了本姬 知本姬 已知 无知 了是明了 本姬就是真如本性 是自心 那了本姬不就是中文所讲的明心见心咯 而知本经 而知本经也是这个意思 了跟知是一样的意思 有人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也把它翻成无知啊 这个无知在世间法是很难听的呢 你好无知哦 可是佛法那个无知可了不起了 佛法时候讲的无知是什么意思 他是知无的意思 对于无他知道 知道万法皆空了不可得 佛不但对于无清楚 对于有呢 他也了解 妙有非有 真空不空 这个无呢 是指的自心 指的法心 一般佛家常说嘛 法性 法相 法性 是万法的本体 现出种种法相 法相是无常的 所谓的梦幻泡影 皆是虚妄 我们通过啊 这个万象 要能够看到它的本体 是什么 其实一切万象呢 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 本体 来自于我们这个真心 那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同 所谓相不同 所谓相不同 其原因何在啊 是由于我们众生 迷雾的不同 我们的念头有善恶不同 我们的行为 也有善恶之别 这就产生了 种种 这个果报不一样 尊者焦神儒呢 他对于这个本性通达 对这个万象呢 也很清楚 今老法师 是随朝死害时候的 会员老法师 他在《无量寿经》一书 《无量寿经》一书里面讲 阿之言无 若之言之 正无成之 故曰无之 无是一切诸法本性 名为本机 于此本机之见明了 之了本机 阿是无 若是至 正无成之 也就是他正得万法皆空 这个是真实智慧 阿鲁汉就有这样的能力啊 知道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不但六道不可得 施法界呢 也不可得 再说句老实话 施暴徒呢 还是一场空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所面对的人事物啊 都不能够当真了 为什么呢 一切现象都是原具原善 听到这里大家好像就有点很泄气 哎呀 什么都是假的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忙了一辈子 到底忙啥呢 不学佛的人呢 他有个笨头 他有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什么 要得到名文利养 可是他不知道 得到名文利养 最后怎么样 还是一场空 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得到这些物欲的享受啊 不晓得造了多少恶业 将来呢 得到一点点甜头 付出的代价是 无量节的三土苦报 这是没有学佛法 招来这样的一个果报 那我们学佛呢 晓得万法皆空 我们一切都随缘 有很好 没有也很好 富贵很好 穷的叮当响也很好啊 你看盐回 盐回 在孔老父子三千弟子当中 他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我们敢这样的说 跟叫花子相比 才会好一点点 可是他生活那么穷 贫困 他不苦 他不感觉到有苦 反而怎么样呢 乐 平而乐 他乐在哪里 他乐在道上面 所以我们人生一世 最可贵的是能够听闻到正法 正法当中是知道 我们将来啊 能够找到回归长极光这个方法 而且真的可以回归到长极光 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决定成功 那才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应该要 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 努力 去求取的 下面 金银老法师还有两句话 无是一切诸法本性 名为本机 名为本机 这个无啊 有时候说空 无呢 是没有一切现象 现象呢 不外乎物质 精神 自然 这三种 无是一切诸法的本性 一切诸法依他而起 所以叫做本机 于此本机之见明了 明了本机 那尊者焦成如 他实现的是一个小圣 圣人 他怎么可能了本机呀 要达到了本机 那至少也是明心见心的大菩萨 我们前面不是看到的吗 现场这些比丘 是不是 这一万两千人 是不是真的小比丘呢 不是 他是什么比丘 大比丘 换句话说 他现的是一个凡夫相 然后正得阿罗汉国 实际上他是谁在来的 我们说的低一点吧 那最起码也是明心见心的菩萨在来的 下面再具体介绍 焦成如 于世尊 初转法轮 度五比秋时 首先悟道 他这个缘分好啊 我们一般常说赶上个好年头啊 他投胎的地方也好 在释迦族 在释迦族 而且呢 还 参加这一个 第一次佛在路约院讲经说法 它是第一个证阿罗汉国的 那么他们这一天的讲课啊 也代表着什么呢 世间三宝出现了 佛宝 法宝 生宝 在这个时间 简历的 智者大师在法华经 读解 法华文句里面说 是释迦法宗第一弟子 你看到 他是释迦牟尼佛地子当中排名第几啊 排名第一 因为他第一个证果嘛 所以他这么一个视线 排名第一 那就代表这部经是第一 这个法门也是第一 请问我们现在学这个法门 我们也算不算是世尊第一弟子 也算 再说了多一点 我们算不算是十方祝福第一弟子呢 也算 你以为感觉自己很荣耀 是不是很欢喜咯 在《争议阿罕经》第一次品里面 也介绍这位尊者 唯我声门中第一笔秋 宽人薄食 善能劝话 将养圣众 不识 威仪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你看他表现出来的是 宽厚仁慈 而且呢 是博食 广学多文 因为这样子 他才有这个能力去教化众生 他才可以呢 将养圣众 这个将啊 是带头的意思 养呢 是说教养 他有这个资格 教那些出国二国三国 也可以教呢 凡夫 我们说句老实话 连自己都搞不定 哪有这个能力去帮别人呢 所谓尼布萨过河 知识难保啊 而且呢 他时时刻刻 不识为夷 要讲这句话 至少要讲一个月 才讲得完 简单来说 行著作物 是我们的好榜样 精精 狩猎尊明 正表能闻受 此经罚者 皆是第一弟子 这句话 大家可一定要记住哦 所以把这位尊者列在这儿 代表什么意思呢 凡是读到这部经 听到这部经 可以教奉行的人 都是佛的第一弟子 但是您也不要显出很傲慢 我是佛的第一弟子 你是第二第三 瞧不起别人 这个也不行 下面就举 我们《无量寿经》后面 《非是小圣》这一品的经文 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 归瞻离 如说修行 当之此人 非是小圣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讲的话 因此我们今生的的确确是非常幸运的 虽然没有参加现场的这一次无量受会 但是我们能够读到经呢 也是很庆幸运 这是第一个尊者 我们再来看第二位 也是佛门 名声很响亮的 尊者摄立佛 下面解释 这个摄立翻成中文是丘露 我们中国人也叫做露斯 这是一种鸟的名称 那我怎么叫它佛呢 佛翻成中文就是子 儿子这个意思 所以摄立佛翻成中文就是 丘子 丘露的儿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因母而得名 因为她的母亲身形端正 眼睛看起来非常的清净 就像丘露一样 于是乃名丘子 也就是丘露之子 所以人家称她的母亲是摄立 那叫摄立佛呢 后面叫个佛字 摄立佛是这样子来的 又名珠子 一表其母眼镜如珠 这明她的母亲的眼睛 非常的庄严 像宝珠一样 这个摄立 我们佛门呢 也是常常听到 像很多这些修行人 例如释迦牟尼佛 他入斑地盘之后火化了 留下呢 据说是八斗设立 八斗 一斗好像是 这个要查一下 一斗好像是十二点五斤 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佛那个设立有多少 我们不要说八斗设立 能有八块设立就不错了 八颗就不错了 那么摄立佛呢 又翻为身子 这是表她的母亲身体端正 摄立佛在佛声闻弟子中 智慧第一 所以每一个上手弟子呢 都有表法的 前面教程如尊者代表什么呢 第一弟子 那施立佛代表什么呢 讲到智慧 他排名第一 也就是说 不是第一智慧的人 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无量受贿 不行 那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凡是参加这个无量受精 从头听到尾的 那都是智慧第一 你有没有听出佛声想要讲 另外一句话的意思 您今天来的这个讲堂代表什么 你很有智慧 不是第一智慧 你今天不会来呀 好 下面再说一段历史 就讲他了 讲这个尊者 在母胎时 能令母无得妙变 剩余乃旧 巨痴罗 后义正阿罗汉 八岁登座 十六出国 议论无双 七日之内便打佛法 本经说 此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 伟大之辙 是能深信不疑 顾列上手 仅次交成如 诸位在座的妈妈菩萨们 请问您 怀孕的时候 您有没有发现您的智慧 口才一下子怎么样 变了 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呢 没有对手 你看 她的母亲在怀她的时候 口才就超过她的弟弟 也就是 舍利佛的舅舅 巨痴罗 巨痴罗后来震到阿罗汉 可是自从她的姐姐 怀了 这个 舍利佛之后 这个巨痴罗 从那天开始就 再怎么跟她姐姐辩论了 就辩不过她了 所以她就说 一定是跟你的小孩有关系 果然咯 你看 舍利佛以后 她长得还不是很大年龄 儿童 多大 八岁 八岁就登作奖金了 十六岁呢 在当时印度 当时印度还没统一吗 十六大国 跟人家辩论 没有对手 更了不起的 她可以在七天之内通达佛法 荣树菩萨是多久 三个月 是不是 那舍利佛呢 七天 所以把她摆在这儿 您就知道 这是第一智慧之人 您再看弥陀经 弥陀经 这一个 当机者是谁 舍利佛 佛不叫别人 就叫他 这都是表法的 好 再看第三位 尊者 是 尊者大目尖连 下面解释 尊者大目尖连 即阿弥陀经中 摩合目尖连 摩合就是大的意思 这个目尖连是信 它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赞颂 也就是赞叹奉颂 第二个意思 采书 这个书是斗类的总称 您从这个名称 这个意思就知道 大目尖连尊者他们家族是什么行业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农场主 这是从事农业的 第三个意思呢 是来福根 大家有没有吃过来福啊 有没有吃过 您不可能没吃过 您吃的不晓得有多少了 什么是来福呢 萝卜 这是直接翻译他的意思啊 三个 后来呢 尊者也出家了 故于尊者姓氏 冠以大字 约大采书 也就是大目尖的尊者 莲池大师啊 在弥陀经书抄里面呢 也曾经做过详细的解释 大家可以去阅读 里面讲了很多 目尖连是姓 但是 居律陀是他的名 有名有姓 他为什么得到这个名字呢 父为相国 哎哟 这是官二代 是不是 他父亲是什么 是相国 我们讲澳洲叫什么 叫总理是吧 叫总理 他父亲是相国 从居律陀树神 祈求得子 应以明知 所以他是属于释迦子弟 当时他的父亲呢 就向着这个 居律陀树神 祈求 希望能够神灵加持 他们有后代 哎 果然呢 就生了他 因为这个缘故 就以这个树神 作为他的名字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与佛弟子 神通敌 天眼天耳 他心宿命 神族漏通 其实阿鲁汉都有 那既然都有 为什么又说他是神通第一呢 你会看是不是 你看得穿 我比你看得更远 我比你看得更加详细 那他当然就是排名第一了 所以这些能力啊 其他的阿鲁汉呢 就不如他 在大制度论里面也讲 如设立佛于智慧中第一 目间连神主第一 有设立佛是佛右面弟子 目间连是佛左面弟子 所以师尊站在正当中 瑟利佛是站在右边 大目间连尊者呢 站在左边 按照古理 左边为大 那大目间连是代表什么 代表行门 瑟利佛尊者代表呢 解门 如果有的解没有行 那就落空了 所以第一次有解又有行 像观音菩萨就是代表行门 那大师菩萨就代表解门 这位尊者呢 大目间连尊者 它是最特出的一个能力 就是神通变化 超过一般人 下面举了些例子 例如 举一成四种上升梵天 这个公案呢 这个公案呢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们就不细讲 就是说很久以前呢 世尊他们这个家族啊 世家族曾经跟 那个当时佛陀在世上的那个琉璃王 他们这个国家呢 那个琉璃王所处的国家 他所统下的国家叫做 焦萨罗国 以后他当了国王嘛 而这个琉璃王以前又是谁呢 是当时世家族很久以前了 他们是一群渔夫嘛 大渔的 他们这个村庄里面呢 有一个池塘 可是那一年呢 因为有旱灾嘛 他们就把这个池塘的水放掉 就把那些鱼呢 全部都捞起来 一网大剑 那这个鱼王 就是现在的琉璃王 当时就发了一个毒誓 我要报仇 我要灭你们这一个世家族 就是现在的世家族 而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国家 加皮罗魏国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家 而琉璃王的这个 焦萨罗国是一个大国 所以他们举兵了 要逃伐释迦族 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往事嘛 就劝他们释迦族呢 赶快跑 其中一部分人呢 就越过喜马拉雅山 来到我们中国西藏 所以世家族 他们现在 也跟我们中国呢 你看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在世尊那个时候 琉璃王发动战争嘛 那佛就不主张抵抗 其实打也打不过人家 再打的话呢就冤冤相报 仇上加仇 跑咯 夺咯 这时候牟尼连尊者就于心不仁嘛 他也是世家族咯 他有神通咯 他就把他那个波就变大 就让他们这些亲属啊 赶快就进去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 我把你们送到天上去 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啊 他还跟佛讲了 你不用担心 世家族都在天上 都在出产天 佛就跟他说 你把那个波再拿下来看看 他就上去了 把个波再拿下来一看呢 里面那些人都怎么样 化为血水 你看到躲到天上 还是难逃一劫啊 这是古人常说吗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啊 请问我们造的这些业 可不可以化解灾难 方法是有的 佛门常说要忏悔业障 您可不要等到那个业障 现前的才想去忏悔 这时候往往就怎么样了 太晚了 而忏悔业障最有效的方法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这是第一个例子 说明大墓经理征者 他能够举波就世家族 第二个例子呢 是外道移山 至之不动 在印度有95种外道 他们有些人呢 其实能力也很强 他可以把整座山怎么样呢 移来移去的 可是大墓经理征者比他还要厉害 你有能力移山是不是 我就把他摁住 你动不了 那人家就服了咯 第三个例子 即降伏独龙等等 其实像他那些故事啊 大墓经里面不少 您都可以去看一下 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看过一本书 我们这个讲堂书架上面也有 叫十大弟子 那写得很好 好 我们再看底下 第四位尊者 是尊者加设 夏令公这个汇集本 列声文中只有五个 加上后面阿兰 那原义本里面有多少位呢 三十多个 那为什么三十多个人只选五个而已呢 其实已经够了 为什么呢 这五个尊者 他表法 代表所有佛法 所谓的中门教下 显教密教 这五个人已经圆满包括 所以不需要呢 三十个人都列举出来 尊者加设 是代表禅宗 它是中门初宗 我们都知道这个 莲花微笑的公案 底下在解释 加设是他的姓 翻成中文 是归 或者翻成呢 影光 他的名叫做 碧波罗 碧波罗 大家应该知道吧 碧波罗树咯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印度很多这种树 所以他为什么取这一个名呢 跟前面一位尊者一样呢 就是他的父亲 母亲 向这个碧波罗树神祈祷 希望能够加持 他们有这个后代 所以在古印度啊 向树神祷告生子 这个风气啊很普遍 我们中国人不是向树神祈祷 中国人向谁祈祷求子呢 观音菩萨 还有一个说法嘛 叫送子观音 好 他的名是这样子来的 尊者乃大富长者之子 能受大财 所以大墓间年尊者是官二代 我们现在讲官二代 而大家设尊者呢 是富二代 豪富之家 但是他能够做到什么 才不是 很大方 修 头头大横 为大人所识 很了不起哦 他出家之后 能够修什么呢 十二种苦行啊 所以被佛 被菩萨所尊重 之所以称他为大家设 有个原因 因为在当时有三个家设 一个叫做实力家设 一个叫童子家设 还有叫童律家设 所以在他的家设前面加个大 就区别其他的这个三个家设 家设呢 刚刚提到他可以翻成龟 乌龟的龟这个意思 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里面 为我们说明 其先代学道 灵归赴先徒以应 从得命足 故云归师 哎呦 他们这个家族 其实也了不起 都是修行人 他们的祖上修道 心真诚嘛 就有感应了 有灵归 陀着这个一些经书啊 来供养他们 你看有这样的一个瑞相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以龟 作为这个名称 他还有一个意思 引光 什么原因呢 因于匹婆师佛师 为野精师 予以平驴 共以黄金 庄严佛像 自尔以来 九十一节 深入黄金 光色黄药 隐蔽余色 故名隐光 隐止吞 光吞诸色 即隐光衣 看来 看来发心造佛像功德 不可思议 难怪我们走出门 身上没有光的 上一辈子 没有发心呢 把这个佛像 身上贴金嘛 你看 在很远以前 匹婆师佛 匹婆师佛 那个年代 他是一个 我们讲首师将 这个匹婆师佛 是释迦牟尼佛之前 七尊佛的第一尊佛 这就很久很久以前了 那个时候他就跟一个贫穷的女子 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发大信 用那个金箔 大家看过金箔吧 非常薄的 那个金箔贴在佛像 佛这个像上面 庄严佛身 好了 做了这么一桩好事 果报是什么 九十一 结 他生生世世 他一出生 他那个身体啊 就像黄金一样 闪闪发光 你看佛门做一点点事 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力 那更何况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那个光怎么样 照遍虚空法界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大信 下面再讲他书上的德行 尊者投驼横敌 投驼者犯于此云斗手或云淘汰 以十二行 以十二行淘汰 尘老烦恼 十二行者一 助阿难若 在修苦行 这些修行人当中呢 他是排名第一 换句话说他最能够吃苦 什么叫投驼呢 下面解释 抖手 淘汰 这个淘汰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放得下 那他修第一个苦行 就是 法行 住在阿难若这样的地方 阿难若翻成中文就是无宣闹 也就是安静的地方 清静的地方 古时候的标准呢 在印度是 牛叫的声音 听不到 现在我们住在图文巴 没错 我们这个道场是听不到牛叫 可是听得到什么叫啊 鸟叫 狗肺 还有车子 飞机 那这个地方就 不符合标准了 所以呢 如果以后到这个什么 到古邦戒那边 那还差不多 古邦戒只能听得到鸟叫 第二种苦行呢 是说 常行启示 这是佛门的一个 每天的功课 托波 第三个 赤地启 这是讲托波的规矩 这种规定 每次出去托波 只能够托七家 而且那七家 不可以每天重复 而且不准跟人家约好时间 约好日期 而且不能够订餐 这个都不行的 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 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顺便提一下 就是上次没有说过 出家人嘛 他除了拿个波 还拿一个席帐 席帐除了做这个 提醒居士 我到鸟家门口的这个作用之外 还有个作用 因为以前人口少嘛 野兽多咯 所以在荒郊野外这样走 虽然只有三里多路 可是万一碰到那些猛兽怎么办呢 就会用这个席帐来保护自己 防身 它有这样的作用 当然不是拿这个席帐去伤害那些动物 不是的 就是吓唬它一下 第四种苦行是日中一时 请看清楚 是日中一时 不是过五不时 那不一样啊 五 我们中国古代分时二时嘛 现在是二十四小时 五时就是十一点钟到一点钟 那过五 那不就是过了一点钟了 一点钟之后不准时 不就这个意思了 可是过中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还是偏向于西方嘛 现在还是偏向于西方 等到它这个一直走走 走到我们面前 在上面的时候 它这样阳光照下来 我们拿这个席帐 出家人嘛拿个席帐 处在地上 从上到下 整个席帐变成一个点 这个叫做日中 超过这个点 这个一点 就不能够再吃了 可是每天这个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早上十点十五分 它都已经到日中了 所以真正要把这个规矩做好 最好是用这个天文台的日历 它就标明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日中的这个时间 现在说句老实话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很多法师 常常这样子到国外去弘法 那他也到了外地 那这个国家的时间 跟他原来的国家的时间就不一样 所以挺不容易的 那他呢 家世尊者就能够严格的奉行 第五个是 节量食 这个跟我们中国古人的 理念的相同 你看古人怎么说呢 早上吃得好 中午吃得饱 晚上吃得少 中午就算是吃得饱 也不是过饱 节量食就是说 顶多吃个六七分就好了 为什么不能够吃得过饱 吃撑呢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 比如说等一下中午吃什么食物 哎呀吃得好饱 一饱呢人就会怎么样 容易昏沉 所以在禅中里面呢 大家不是常常 这个坐禅嘛 坐香呢 是不准吃那么多的 因为吃太多 一坐下来就容易打盹 顶多吃个六分就好了 但是在禅堂的外面 也有一些点心 就是说 饿了再出来吃一点点 然后呢再进去继续打坐 不可以吃太多 第六个 过中 不饮 僵 就是过了日中之后啊 不能够吃喝 有杂质 有沉淀的 这些食物 第七个 坐分扫衣 你看这个出家人 他这个穿着 就非常的朴素 简单 什么叫分扫衣呢 就是在古代嘛 其实印度人也是 现在都 很多人都这样 他们那个衣服就是一块布 裹在身上 以前呢得到一碗饭还比较容易 可是要得到一件衣服 得到这块布不容易 那出家人衣服怎么来的呢 就是他到居士家 这个垃圾桶啊 到垃圾地方去找 这个居士他们 不再穿了旧的衣服 再把它拉起来看看 有没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用的 如果还可以用的就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把它裁一裁 一块一块的 然后再把这么多的细的碎的这些布呢 缝起来 就变成一整块布 可是这么多的不同的布料 披在身上那也挺不好看的 佛教大家什么呢 要染色 染成什么颜色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颜色 咖啡色 因为这个叫做正色 红色黄色是正色 哪五种呢 红 黄 南 白 黑 这五种颜色是属于正色 所以诸位在家菩萨 如果您要供养法师啊 无论是帽子 衣服 裤子 鞋子 袜子 等等 包括手套 还有口罩 都不要用这五种颜色 红 黄 蓝 白 黑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乌生戴的帽子是灰色的 那这个衣服呢 这当然不用说了 这个海青跟那个袈裟是咖啡色的 第八个是 淡 三 一 淡就是指示 因为印度他们是热带国家 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 印度是热带国家很热 大家想一想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热 现在呢 真不容易啊 因为它那边是热带嘛 所以出家人呢 每天只要有三件衣服就够了 到晚上休息 四个小时当中 先披这个五一七一披在身上 到了中夜分呢 这温度就更加下降了嘛 所以说再大一件大衣 所以称它为三衣 我们这个 这件袈裟就是二十五条衣 这是大衣 平常在一起要参加这个做早晚课 那个叫做七衣 平时做这些杂物的时候 穿五衣 这样子 那佛门还有一个常用的一个物品 叫做尼斯坛 尼斯坛呢 是要坐下的时候就把它铺在地面上 但是现在有一些法师啊 他们拜佛的时候就把这个尼斯坛呢 就放在拜殿上面 然后再拜佛 其实这个尼斯坛不是拜佛的时候用 是打坐的时候您就放在地上 这样子 出家人出门嘛 还要带一个波 按照这个佛经上的说法 出家人出门呢 一般是带六样东西 如果要带齐的话呢 是十八样东西 这个都在戒记里面都有提到 第九种 第九种 是种间坐 什么是种啊 坟墓 墓园 所以佳世尊者他在哪里修禅定呢 他在坟场 大座 大家想不想试一下 图文巴好像我们去过几次的那个墓园 你一走进去 车子一开进去就感觉到什么 阴森森的 他就在那里呢 打坐 在那里打坐好啊 我们把经上所说的一段话 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里没有写出来 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之所以这样子做是 无常 无常苦空之观 是佛法之出门 能令燕离三界 比丘 住于总间 常见死尸 臭烂狼藉 火烧鸟足 不 则无常不净之想 亦得成就 是故 总监作为 头头横也 大家应该听得懂吧 就是说在这个坟堆里面呢 你看到很多尸体嘛 这些尸骸咯 你看到这些尸体 就会想到 我以后死了 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不就把我们的身见 很容易就给放下 第九种 叫做树下秀 比丘于总监不得道者 长至树下 思维求道 假如说有人呢 他到这个坟堆啊 那边打坐 还不能够开悟 怎么办呢 那就在树下 这个 静坐 佛门呢 可以说 从世尊那时候开始呢 就跟这个树啊 特别有缘 但是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你就知道 他老人家出生 是在哪里出生的 树下 他妈妈不是 刚好就 搭着那个树枝吗 就生下它 而佛成道呢 是在毕波罗树下成道 他以后讲经教学呢 树林之间 以后入班的盆呢 在双树林 你看到 从出生一直到最后离开 都没有离开这个树 修这种 苦行 会使这个人呢 乏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啊 这是讲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树下一宿 能够得到这样的利 有如是因缘 是故比丘 如佛所行 等树下做 为投投横也 说句实在话 要做到树下一宿 这个修行人 他的身体体质要非常强健 我们在图文八 大家敢不敢树下一宿呢 今天两度 如果您在树下一宿 就算是您裹的 里三层外三层 包的绵绵蜜蜜的 那也是难受啊 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但是加持尊者呢 他就行 第十一个是 陆地做 是指 比丘在树下坐 如柱伴舍 因父良乐 故生爱酌 有律余露失能 鸟使乌生 独从所饶 于是思维陆地而坐 随意快乐 月光便照 令心明立 一入空定 是故陆地做 为投投横也 简单来说 这个陆地做就是在空旷的地方 坐下来 前面提到嘛 这个树下一宿 晚上就在树底下打坐 休息 大家有没有想到 万一这个树上有个鸟窝呢 大家看到我们停车场吧 你看那些鸽子 他在我们停车场 他怎么样呢 哎呀他们聊天很开心呢 聊着聊着突然就来 来一堆炸弹就扔下来 是不是 如果您就在这个停车场下面 正好个人家在聊天的时候 忽然蹦蹦 您头上一坨 那个人肩膀上也一坨 鸟屎 您怎么想呢 马上脸色就变了嘛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个鸟屎轰炸 我们就在空地咯 这也是一种修行方式 不过在空地修也不容易啊 暴晒 风吹 那也是很容易让我们这个身体啊 受到伤害 可是家世孙子怎么样呢 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后 但做 不握 这就是不导丹 在经上给我们说 比丘四为一中 坐为第一 食亦消化 气息调和 可以入道 若懈怠睡眠 诸烦恼贼常似其变 若行若利 心动难舍 就是舍兽 是故比丘常当安坐 邪不窒息 为头头横也 所以我们大家呢 看到佛门呢 这些修行的方法 的的确是很值得我们大家 这个参考 那么打坐 能够让我们呢 心 身 很安定 不会呢 显得浮躁 当然这个坐也不能够坐太久 坐太久的话呢 人的身体也受不了 所以 有时候是精心 绕佛 有时候是 打坐 有时候呢就拜佛 你就 这几个方法就调和一下 以思苦行 扫除尘累 沉静身心 加设年老 不舍头横 佛命其衰 劝命休息 加设头横如故 佛乃身占云 有头横横 我法九存 故云头横第一 你看 在佛的地址当中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佛是 看得出来 修苦行当中 加设尊者是做得最好的 甚至到晚年呢 还是坚持啊 所以设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留下这个遗言就讲到了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甚至还赞叹加设尊者 有头横横 我法九存啊 这不就是告诉我们 出家人吃不能够吃得太好 穿也不能够穿得太饱乱 住也不能够住得太好 经上讲嘛 比丘常代三分病 你也不要误会 不要一文解义啊 您这个话意思就是说 出家人要常常生病 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就是说这个穿着就讲衣服好了 刚不是讲吗 叫什么衣啊 这个衣服他只要能够保暖就好了 您不要讲究啊 什么好的质料 什么好的这些名牌子 所以时时刻刻要警觉哦 生活要像颜回 要像佛 要像加设尊者那样子 降到最低点 我们只求法喜之乐 不求世间物欲的享受 这个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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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